呦 忙走邪夫人来视察了 张总 哎 汪小飞新婚老婆马小梅 一见到张岚就叫妈 张岚连忙抱住儿媳喊她宝贝 笑得何不容嘴 看来张岚是真的很满意这个儿媳 恐怕大S也是没想到 马小梅这么快就赢得张岚的欢心 不仅如此 汪小飞也是把马小梅捧在手心里宠 就在前几天 汪小飞带着马小梅出席 马六计的深圳的开业典礼 期间马小梅手里拿着马六计的产品 俨然一副老板娘的幸福状态 有人起哄让马小梅带火 汪小飞大气护妻 汪小飞是真的宠爱马小梅 其实马小梅能够得到老公的宠爱和婆婆的喜欢不是没有道理的 汪小飞和马小梅两人的梅人曾经感叹 马小梅就像治疗汪小飞情绪病的一剂良药 只要马小梅在汪小飞身边 汪小飞容易失控的情绪很快就能稳定下来 两人刚才一起的时候 正值汪小飞和大S之战激烈的时刻 马小梅始终默默守护在汪小飞身边 要知道那个时候 两个人还没有领证结婚 马小梅在汪小飞每一个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 做她身后温暖的 无声的支持力量 让人看到了她骨子里的坚韧 对于婆婆张岚 马小梅用真诚和尊重来打动她 细节一 汪小飞带着马小梅回北京张岚的家里 张岚亲自下厨烧菜 期间张岚向大家隆重介绍自己的儿媳马小梅 只见马小梅端起酒杯 敬自己的婆婆 认真聆听婆婆的教诲 合影之时 马小梅明白自己的位置 不占C位 不抢婆婆的风头 细节二 我们都知道改口费是婆婆给儿媳的 但是到马小梅和张岚这儿却反过来了 马小梅拿出一个鼓鼓的大红包给婆婆张岚 这个红包皮不是外面随便买的那种纸质的 而是绣花包 细节之处足以见马小梅对婆婆张岚的用心 张岚心花怒发 连忙夸儿媳贴心又懂事 看得出来张岚是真的特别开心 称自己是把马小梅当闺女的 现在自己非常幸福 因为有一儿一女 还有个麻六季 晚年都是享福的日子 席间张岚不停地给心儿席加菜 表现得特别热络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除了以上两个细节 马小梅接下来的举动 也让张岚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马小梅跟汪小飞一起表示 忙完这段时间 他们带着汪小飞和大S生的一双儿女以及张岚 一家五口一起外出度假 而自己和汪小飞在台北的房子里 不仅会给两个孩子留出充足居住 读书玩耍的空间 还会单独给张岚留一间房 要知道此前汪小飞给大S在台北市内买的那套豪宅里 压根就没有张岚自己的位置 张岚为此还吐槽过大S 自己每次到台北见孙子孙女 只能单独住在酒店里 就这三个细节 马小梅就足以获得婆婆张岚的好感了 情商确实了得 马小梅嘴巴甜 做事实在 与张岚是双向奔赴的婆媳情 反观大S那边 除了不停地向法庭提告 敦促前夫汪小飞尽快给足她抚养费以外 似乎能让外界了解到的就是 她现任韩国老公聚俊叶 在菲律宾的夜场演出并不算成功 此举再次被外界视为是大S没有望复运 她在背后扶持自己的老公又失败了 当然我们不能以财富来论明星夫妻之间的幸福 对大S来说 她享受过娱乐圈顶流明星的名利与光环 人到中年 看淡荣耀 回归家庭 也许她本人更多享受的是 韩国老公聚俊叶带给自己的情绪价值 自从汪小飞娶了马小梅之后 情绪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好太多了 她没有在情绪失控 哪怕面对大S咄咄逼人的第17次 第18次提高 她都表现得理性又克制 没有在喝酒后 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口不择言 汪小飞在彻底离开大S之后 她的事业反而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和马小梅开启幸福人生